OK残局得胜倒数第二关残局战 第一局控制入内阙将附身转移给合适的敌方式神来取得胜利 这个的话一看就知道是第十天加上入内阙的梦幻联动啊 在斗技里面也属于是一个比较进阶的技巧了 就对方有入内阙加上小山峰之类的时候啊 就可以通过控制敌方的入内阙强制转移附身 来恶心敌方 现在附身是在亲戚的身上 那把这个附身转给谁呢 转给腰刀机好了 我觉得腰刀机应该是正确对上啊 转给腰刀机应该会很正确吧 腰刀机上来刮杀刮不动 好家伙 你这个腰刀机这么凶的吗 好像也能赢 这腰刀机有这么高的伤害吗 我不是很认可啊 你这个腰刀机假的吧 假的吧 来吧 那现在来进行一下残局得胜残局关的第一关啊 控制入内阙 直接转移附身给鬼切 转给鬼切的原因就是因为腰刀机伤害比鬼切还要高啊 太爆炸了 这样鬼切进入辅血状态 在辅血之后呢 我们再要利用辅血和反尚的一个特殊的交互原理 控制这个鬼切上来送一下就行了 鬼切目前辅血看着血这么多 但其实真是血量就一滴 不管是反尚占卜进击还是小僧 这个反尚只要一反他就会瞬间爆炸呀 看 瞬间爆炸 嗯 这样的话残局战第一关就完美的解决了 接下来残局战第二关 控制云外镜为星熊通子创造控制环境 这个大家应该也很熟悉啊 这个的话其实就是控云外镜 尖弹翻面嘛 我翻我翻我翻 我左翻右翻上翻下翻 来找回翻面 星熊这里的话呢 放给他的灰烟机 这里上来肯定是在凸他的预怨般若啊 凸凸 这里再上来点一下 混乱预怨般若 OK 第十天这里上来再控一下对方的云外镜 鬼切师傅上来 凸凸 就剩一个云外镜了呀 云外镜这里上来的话呢 普攻一下 OK 第二关直接轻松过掉啊 来看一下残局战的第三关 第三关 运用技能保护预怨般若使击中难返 封印敌方的射程和被动的效果 呃 这个的话呢 第十天 入内雀 要保住我方预怨般若 开局可以选择操作是放大招 但放了大招以后 后面第十天和入内雀可能会没火 所以这里的话还是先普攻吧 小山出什么上来出暴击 两个暴击也可以帮忙拉条了 第十天这里上来 先控下小山风 入内雀这里浮雪 先浮一下 保护一下 保护一下 小山风的话 紧盯入内雀吧 这里的话出两个暴击啊 两两个暴击正好 正好让波尔到九层 诶 返回箱了 不知火出个暴击 没有出暴击 莲花阵放 波尔上来开结界 不知火 点一下 怎么感觉姿势不太对呢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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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没问题了呀 就这一轮上来 玉藻前大作感收了吧 对 玉藻前大作感收了吧 对 没问题呀 好像有点问题 我好像没有问题 好奇怪呀 那这样第三关也直接过掉了 没想到靠的是阿修罗的输出啊 好了 那现在我们来打一下残局得胜的最终战啊 最后一天最终战 第一段 通关技巧提示 腐化所带来的腐血状态存在是可以抵抗欲魂控制效果啊 这也是一个比较不冷不热的知识吧 腐血有点类似于护盾 只要有腐血 那么就不会被御魂控制效果给控到啊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说要保护谁呢 嗯 这里的话呢 来看一下啊 击中难返 这里的话呢 应该说要保护一下我方的御员波尔吧 但御员波尔本身可以解控哎 那保护一下阿修罗吧 腐化保护阿修罗 天狗本身是有免控的 好 然后御员波尔可以上来开极技 吹一波 波尔上来开极技 没毛病啊 这样一来阿修罗跳一下应该就结束了呀 好 阿修罗上来 哈哈哈哈 第一段挑战轻松过掉 有些声音关小一点吧 好 那么现在来看一下第二段啊 第二段通关技巧 第十天行动时可以让阿修罗更快的恢复理性质啊 这一点的话如果平时斗技有用阿修罗加上第十天呢 应该真有感触啊 本身阿修罗发疯以后那个理智很难回复 但如果是第十天加阿修罗的话 诶 有可能一下就回满了 好 来看一下啊 嗯 这里的话呢 先上来打个火 阿修罗上来 哈哈哈哈 好 那巴切大蛇这里的话就应该是要拉下第十天呢 拉第十天 第十天这里先上来控对面的慈母童子 啊 慈母童子呢 控制上来捏我们无敌的第十天 这里再拉下第十天 这样阿修罗理性就可以回满了 再控制下这个炼狱慈母童子 好 这样理性就回满了嘛 嗯 嗯 原来真数出是武士阵营 是座父老大爷 座父老大爷这么强啊 好还是先拉一下第十天 拉第十天这里上来先控这个慈母啊 那就转进链控了个座父老大爷嘛 这么强是吧 来拉一下第十天 控制这个座父老大爷 好 座父老大爷上来点一下啊 疾风拉阿兽罗就结束了呀 跳 OK 第二段挑战也轻松过掉 好 那么现在来打一下第三段 多次利用金莲消失时的刹那莲花战方效果 避免触发敌方的被动和御魂啊 斗技常用技巧 来吧 阿兽罗这里上来先哈哈哈哈哈哈 好 先控一下阎魔老师 压一下 莲花战放 孟婆已经记了呀 然后这里再拉下 第十天 这里第十天上来控制海防主吧 别让海防主滔天俱奶呀 滔天俱奶就不合适了 点一下 好 这里上来腐化 保护一下 嗯 保护一下第十天吧 邀请师这里上来 继续再拉一下第十天 都已经这么明说了 要无视被动无视御魂 就算无视对方挖老板 还有无视鬼同玩的被动啊 不让他们触发被动就对了 点一下 回野机续杀啊 假假雪 阿兽罗这里上来 把阎魔给跳死吧 好 杀掉阎魔 这里上来再拉下第十天 继续转精灵 鬼同玩就要被打死了 本来鬼同玩被动是可以免死的 但他免不了 免不掉 这里上来 再腐化一下 嗯 腐化一下这个 邀请师 脸上开花 好 哎 阿兽罗这里好像会嗨一嗓挖老板啊 无间杀戮 挖老板还没有死就好啊 莲华绽放 就剩个海防主了 拉阿兽罗来结束吧 用阿兽罗的哈哈哈哈来结束这一切 哎 我错了 应该用地势天呐 地势天呐 地势天呐 觉得还是个亲女王子 坏了应该用地势天呐 虽然过了但这个过的姿势不对啊 这个过的是错误的姿势 我们还是再来变正确姿势的吧 啊 正确姿势就是一定要用地势天这个转精联啊 来吧 重新尝试来变正确姿势啊 还是先跳梦婆 跳梦婆这里上来控研磨 研磨上来啊 压这个阿修罗算了 压地势天压阿修罗都一样的啊 拉拉起来这里的话控海防主 海防主上来就先A一下 这里腐化 给妖精师浮血一下 好 然后这个位置直接拉起阿修罗算了呀 阿修罗这个位置伤害已经 应该是不足以打出被动来的 不足以杀人的 就直接拉起阿修罗跳一下 果然 阿修罗这里伤害是不够的呀 拉起来压个血挺好的 这里再上来准备转精灵 转精灵给爷母 好 这里上来再拉一下地势天 转精灵给海防主啊 一定不能让海防主放大装放出来 这里的话呢随便再浮血一下谁吧 海防主点有浮血的人防止给他回血 再拉下地势天 OK 挖老板这里随便砸吧乱砸 阿修罗这里上来的话呢就点一下吧 阿修罗会跳出挖老板还有鬼图丸的被动啊 不太好 浮血 OK 这里拉不拉都行了呀 普攻一下吧 第十天这个时候转精灵 无视被动 无视御活 咋玩 虽然说是利用了通关技巧啊 按照通关技巧所说的 利用第十天这个效果来打 但是和刚才那个乱打的好像没啥区别啊 好了 总之残居得胜最终战打完了呀 这个活动明天就上线正式服了 一天一个观察 正式服上线以后的话就可以照着最操了呀 明天开始的话 先上的是邀请室的情音段 然后是入内阙 第三天是天魔咽 第四天是怨雨环 第五天是莲华战 第六天残居战 最后一天的话是最终战啊 好了 那么到这里残居得胜 三期攻略已经全部都做好了 啊 大家正式服上线以后 朝作也吵起来吧 拜拜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艾特哥海城路哦 您好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